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您日常的整个直播状态是吗 谢谢 面对求助人的问题 帮帮团专家会如何解决 我露出来了 我现在这个点 他现在硬吃的是脆甜 蜜桃销售有门道正在播出 收获的季节 桃园里一片忙碌 果农们一年的辛苦劳作 化作一颗颗百里透红的大桃 挂满枝头 我这要四个双眼的 四个双眼我已经拿成材了 一大早 桃团汤苗就忙着 把从自家果园采摘的大桃 拉到村里的快递点 今天发多少了 180盒 最多的有时候到时候有40盒 那比我这强多了 你也我们也直播 就卖出这那几家了 汤苗家里种着20亩桃园 总共800多棵树 以前卖桃就是采用最传统的方式 从树上摘下来以后 部分大小等级全都卖给经销商 两年前 汤苗开始接触电商直播 他把家里的桃子分出等级 精品桃装礼盒通过电商直播销售 普通桃依然卖给经销商 按照他的设想 如果家里的精品桃 全部通过电商直播销售 再加上传统销售 收入至少增加10万元 但目前让汤苗感到压力的是 直播了近两年 直播卖货的订单量一直不高 为此他向栏目组发来求助 求助人汤苗 求助问题通过电商直播提高销售量 汤姐 寻着淡淡桃香 帮小妹来到汤苗家的桃园 您这个桃园一共有多大面积啊 总共有20多亩 我看您这摘的挺多了 门口还有 我们早上四眼多都起来了 起那么早挺辛苦啊 我们你说这桃囊就为了这一季桃子呀 北京市平谷区素有中国桃香之称 目前全区大桃种植面积达到14.8万亩 一直以来都是当地百姓 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 洗一下 哇 真漂亮 尝尝吧 尝尝尝尝 你看我这 咬了一口这个果汁就一直往下滴 汤苗家现在采摘销售的品种叫24号 单果重量可达到200到400克 充分成熟时有浓郁的桃香 果肉呈现乳白色 并带有微浅红 细腻柔软且富有汁水 含糖量高达13% 汤店家的桃园真甜 我们苹果大桃要不然出名呢 它就是甜好吃 既然桃子的品质没问题 直播为什么没销量呢 方小妹提出让汤苗播一场 这就是我们最简单的直播道具 您平常就在田里直播吗 对 我们就是随手播 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 我现在就摘桃子了 这是我们家现在正在售卖的 24号水蜜桃 60块钱一箱 蒸鸡机的包邮 问辽宁能发快递吗 辽宁也可以发 我们全国都可以发快递 你看我这身后 全是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家的24号水蜜桃 看看这个颜色 它这是百里透红的 平时直播 汤苗也是像现在这样 一边摘桃 一边给直播间里的网友介绍 对于网友的提问也积极回答 但是直播间里却没有几个人 更没有人下单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那像您这个一盒里就是12个 是吧 对 8斤左右 那这个怎么卖呢 60元以下 我当时在想 是不是汤苗姐家 这个桃子的价格比较高 所以不占优势 但是我跟身边的桃农 也都聊了一下 汤苗姐这个价格 比别人还要低一些 但是它的量还比别人少 汤苗家的桃园 过去一直是公共婆婆管理 随着年龄的增大 父母打理桃园越来越吃力 于是三年前 汤苗辞掉城里的工作 开始接手家里的桃园 我就想用直播呀 或者电商的这些方式 想把这桃子推出去 自从汤苗开始直播 他每天都要播一场 可是每场直播的订单量都很少 最多的一场也没有超过15箱 所以我发愁的也就是这一点 因为这一年的收藏都在这个桃子上 就是想让桃子多往外走走 多卖点钱 选桃子需要花费时间和人工 桃子又很娇嫩 每天早上采摘挑选的桃子 如果下午卖不出去 就要以普通桃子的价格 卖给经销商 而经销商一旦收足了一天的份额 汤苗就只能自己拉到市场 低价出售 汤姐你有没有自己想过 每天你发多少箱 让你觉得满意的 就比如说某一天 让我能达到100箱 我就感到挺知足 挺高兴的了 为了帮汤苗解决蜜桃直播 销售低的问题 栏目组检索帮帮团专家库 找到一位熟知农产品 直播销售的专家 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 王丹 评股新农人讲师团团长 北京市第14次 妇女代表大会代表 2020年北京市 三八红旗奖章获得者 不知道说什么 对啊 不知道说什么呢 直播销售屡屡受挫 究竟是什么原因 就在这儿啊 帮帮团专家 现场如何抽丝剥茧 找到问题根源 这就下锅了 预知详情 请继续收看 蜜桃销售有门道 三二一开播 大家好 我是丹姐 欢迎大家 为了让陶农掌握电商知识 拓宽销售渠道 2017年 苹果区商务局 主导成立苹果区电子商务服务中心 作为当地最早从事电商运营的企业负责人 王丹被招募发起成立 苹果新农人讲师团 培训电商学员5万多人次 王丹的电商直播经验丰富 那么他究竟能否帮汤苗找到 蜜桃直播销量低的原因呢 忙着呢 汤姐 对情况初步了解以后 王丹和邦小妹来到汤苗家的桃园 现场播一段 我们看看您这个直播状态 行 大家好 欢迎进入直播间 咱们第一件事就是 看他日常直播的一些状态 然后从中先找到问题 分析问题去解决问题 现在我带大家来 这么直播的 这是您日常的这个直播状态是吗 因为平常我要是干活的时候 我就直接把那个支架 就直接处在这了 我都边干活 他就边直播了 今天也没干活 也不摘桃 不知道说什么 对 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明白了 明白 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 他当时感觉还是很尴尬的 然后眼神非常的无措 就只能就是给大家看桃子了 王老师 我这就下播了吧 这就下播了 也没有人看 我也不知道说啥了 那您平时晚上在家播吗 平时晚上的话 我要是有时候遮箱子 或者什么的时候 我就会把手机房那一放 就是直播一会儿 那我们能去看看您这个在家直播的环境吗 可以可以 桃园里的直播仅维持了十分十六秒就结束了 王丹和邦小妹跟随汤鸟来到家中 就在这儿啊 十几平的一个小仓房 然后里边又有各种的工具 以及它的这个辅料 还有一些家里的杂物 把这个小的空间装得满满当当的 所以当时我就纳闷 我说您在这儿直播 您是以那种形式去直播的呢 就是这样 说你放那儿 然后我就在这边边干活的时候边直播了 好的好的好的 感觉黄老师还是很惊讶的 还好还好 大体你怎么直播我看明白了 通过观察 王丹已经明确汤鸟在直播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电商里边啊 有三个重要的因素 分别是人 货 厂 王丹所说的直播三要素 人是指直播带货的主播 货包括产品和供应链 厂指的是直播场景 汤鸟卖的桃子是自家产的 而且品质好 数量足 王丹首先排除了货的问题 人的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开美颜的问题 开了美颜我们人肯定是美美的 但是呢 对于我们销售桃子来说 它本身是一个非常鲜艳的这个红色 直播间里边一开美颜 它就可能就变成了粉色 对这个粉丝的观感 是起到一个负面的一个作用 人的核心是内容和表达 首先汤苗缺少对带货主播 这一角色的理解和认知 打开美颜 人变漂亮了 货品却失真了 再有一个就是 您在直播间 我发现您不吃桃 大家其实想看的并不是您 劳动的一个场景 他希望您替他尝一尝 您摘桃没有人下单 但是您吃着吃着 那可能这个 哇 我觉得我尝了 他拿着吃我尝了 对 是的 是的 汤苗家的桃品质虽好 如何隔着屏幕被人认可 才是关键 在直播过程中 汤苗只让大家看了看 挂在树上的桃子 没有品尝 以及对桃子品质更多的展示 这样很难吸引粉丝下单 还有一点就是 咱们直播的内容 前期需要策划 每一场合格的直播 都要在开播前 把这一场的内容 环节 话题典档做足准备 前期没有策划 正是导致汤苗在直播过程中 无话可说的直接原因 只要是出现在镜头里边的人或物 它不能是露出什么就是什么 它应该是 您让什么露出来 它才露出来 我就没想这么多 我想我露出来了 其实就是场的问题 直播场景应根据不同的销售货品 设计相应的元素来吸引粉丝 而汤苗的直播环境杂乱 机位也是随意摆放 不仅影响直播观感 粉丝甚至分辨不出 直播间到底在销售什么产品 其实差了很多 我之前直播的话就是随心 只是随手一播 不过希望汪老师就好好改造改造 所以接下来咱们一起努力 通过现场排查 王丹发现汤苗直播时的问题 主要集中在人和场两个方面 接下来该如何针对问题 对汤苗进行培训和改造呢 第二天一早 王丹带汤苗和邦小妹 来到一家农贸市场 你现在买什么东西吗 不买什么 不买东西 二十万元就来一会儿 二十万元就来一会儿 现在讲的草的大菠萨 这个号 烤茶 卖烤茶呢 烤茶人想 咱逛了这么久 二位有什么收获呀 啥也没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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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可以没有买 但是有没有听到什么 这么热闹的环境 有没有听到什么 九元一间 九元一间 大菠萨 六块钱 六块钱了啊 就念了各种各样的酵卖声 我就记住了 烤尝香 烤尝香 我也记得有 县宅大铺头 天真呢 其实带二位过来 转一圈 感受一圈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大家 感受一下 我们现场销售的一个氛围 酵卖 是日常生活当中 常见的吸引顾客的方式 也是销售模式当中 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不管是线上线下 销售它都是需要 把气氛烘托出来 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我们这个信息 全都输送出去 欢迎大家进入我的直播间 好 挑战失败 直播销售如何破局 求助人汤苗 接受挑战 这些信息一定要尽快 帮帮团专家带来直播技巧 效果究竟如何 这个画面就是 特别专业的一个直播间 欲知详情 请继续收看 蜜桃销售有门道 在直播间卖货 跟在市场卖货的本质 是一样的 都需要让顾客 接收到信息 停留 并产生购买行为 但同时王丹指出 和在市场不同 直播间的顾客 停留时间都很短 如何在短时间内 拉住停留 并让顾客产生购买行为呢 接下来 王丹带两个人来到了 电子商务服务中心 在这里 王丹组织了一场 十秒限时发言的游戏 游戏规则 学员每轮计时 十秒钟发言 发言结束 其他学员如果有兴趣 继续听下去 举手示意 举手人数过半 发言学员再次获得 十秒发言时间 连续完成五轮发言 视为通关 给桑苗 今天没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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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关什么 来 来 来 王老师好 做一个心理监视 不用紧张 来 我现在就有点紧张 好 开始 大家好 我这是第一次上 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欢迎大家进入我的直播间 好 大家还想进去听下一段 请去找 挑战失败 说的时候吧 就特别特别紧张 十秒钟我感觉我一句话还没说完 十秒钟就响了 开始 我是屏幕理解中涛 有二十多年的经验了 我要向大家展示 我 听 请去找 我提醒大家一句 我们的最基础的 涛的回格 价格 是否保佑这些信息 一定要尽快漏出来 王丹想通过这个游戏 锻炼汤苗和学员们的语言组织能力 逻辑性 以及对语速的控制 准备 在这儿 开始 大家好 通过观察其他学员的发言 以及王丹的点评 汤苗掌握了一定的发言技巧 他又一次发起挑战 二 二 一 开始 大家好 我是北京评估的一个新套笼 我刚接手有三年多 欢迎大家进入我的直播间 这一次我给你打 好 停 这会给刚才的状态好了 很多很多 那我们继续表决吧 要不要进第二段 谢谢大家 准备 开始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 我们家的新品水蜜桃 这是我带来一款是软的 我可以一会给大家尝一尝 我们是软的爆汁的水蜜桃 停 可以 好的 好的 第三段 三 二 一 开始 我给大家试试一下 我们这款水蜜桃 留到爆汁的什么样的感觉 大家看到这流汁了吗 看着呢 好 好 我就感觉我自己的语速提上去了 然后能在更短的时间之内 把这些信息 能让他们究竟的知道 我是在是干嘛的 是卖什么的 价格是多少 一会儿力度有多大 在王丹的帮助下 汤苗连续完成五轮发言 成功通关 而下一步针对汤苗存在的问题 王丹还会有哪些安排呢 王丹和邦小妹再次来到汤苗家 咱们第一步先把这个杂物收拾一下吧 打造出一个您自己专属的直播间 为汤苗打造专属直播间 不仅可以利用场景元素吸引流量 更有利于在粉丝心中 形成固定形象和记忆 咱们现在可以就地取材 去找一张桌子 直播间里用到的桌椅和置物架 这些基础硬件 在以后的直播过程中 也可以根据美观性和实用性 进行替换和调整 感觉有点 是吧 有点这个气 好 别着急啊 咱们还有设备呢 王丹有备而来 他带来了专业的灯光设备 三脚架以及置景道具 对直播间的场景 进行美化和装饰 我从这个手机里看这个画面 就是特别专业的一个直播间 我也感觉坐在这儿 天天都不一样了 美中不足的呀 就是汤姐这身衣服 还可以更颜色更鲜艳一点 这是直播的一个黄金时段 邦邦团专家现场教学 他们能否找到直播突破口 哇 太棒了 求助人开怀大笑的背后 究竟暗藏着什么玄机 这是我从来也不敢想的 通过一系列调整 汤苗的问题最终能否解决 蜜桃销售有门道正在播出 精心的着装与化妆 既是对工作和粉丝的尊重 又能增强汤苗的信心 王丹将利用这场实战 对汤苗的直播水平进行终极改造 我们预计的这个直播的时间是 8点半到10点半两个小时 为什么选择是晚上呀 8点半以后呀 刷手机的人比较多 这是直播的一个黄金时段 我们得就是学会把握它 实战第一项 选择时段很重要 想要吸引更多人的目光 就要冲到人群中 而想要在直播初期迅速涨粉 也一定要调择流量最多的时间入场 离直播还有一个小时 咱们利用这段时间 把咱们直播的一些内容的策划 我们写在纸上 实战第二项 王丹利用直播前的一个小时 指导汤苗进行前期策划 开场白介绍自己 然后那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时间就是8点35 就可以开始介绍产品信息了 然后中间我们要设立一些 互动的话题 第三点了吗 对对对 然后第四点 成交的一些这个话术 一切准备就绪 晚上8点半直播正式开始 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来到汤姐的直播间 大家好 今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款这个桃子 这个是24号水蜜桃 现在我手拿的 它就是七八分熟的 它现在硬吃的是脆甜 如果咱们粉丝们 有的说想吃软桃或者什么 咱们收到后 常微放两天 它自然就会软了 得益于前期的策划 汤苗在每个环节 所输出的信息更加精准 语速也更快 与过去相比 判若两人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后来已经33单了 这都3000多人了 是的3000多人了 直播间人数的攀升 出乎汤苗的意料 平日里汤苗的直播间 人数最多的时候 也不过几十人 个位数更是常态 全是枝头的大桃 大家可以看 外皮色泽红艳 果肉非常的细腻 我看你吃我也馋了 你当中桃也吃不够 每天得吃好几个 今天我吃桃子就感觉 比平常桃子够甜了 这场直播 汤苗关掉了美颜 桃子的颜色和外形 也更加真实 而且她在直播过程中 品尝大桃 生动的现场 吸引了直播间里的 很多人下单 热卖九十九单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还要一单 然后今天就突破100单了 100单了 太棒了 太棒了 晚上9点10分 直播仅仅持续了40分钟 汤苗的小目标就得以实现 最终一个小时的直播 订单量达到148单 远远超出汤苗预期 100箱的小目标 我今天太激动了 我以前的目标就是说 某一天能达到100箱 哪知道今天是100单 100单 是多的 对 100多的 这是我从来也不敢想的 这两年 随着优秀电商人才 和企业的涌入 网络电商与农产品 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越来越多像汤苗这样的头农 掌握了短视频拍摄 直播销售等新技能 让手机成为了新农具 最近汤苗给我们发来了一段手机视频 今年我们大桃的产量还不错 学习了电商直播以后 就是从网上开始销售 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番 就是还会提前客户提前预定 这样的话就是不会出现 就是桃子卖不出去的现象 我感觉现在就是学习这种 电商销售的方法特别特别的好 他头顶凤冠 嘴掌胡须 脚下生意 人送绰号三毛鸡 凤头 毛腿 胡子嘴 一般的鸡都是长有四个指 为何它却长了五个指 五个小指 四味精元粮 采食中草药 为何鸡的产弹量就是上不去 三毛鸡的幸福生活 敬请关注